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种含义都包含在当中 也就是说一身造恶这四个字 它是摄取门的意思 就已经造恶业了 那么还是要摄取往生的 从重力两个字来说就有意志的意思 即使当然在没有造恶之前是不希望我们造恶 也显示通过重力一身造恶这六个字 摄取所有善人甚至圣人 它的经文的证据 一方面就是本愿文当中最后的围处五逆诽谤政法 既然围处五逆诽谤政法 很显然这一条愿 势必造恶众生 主要是指救度造恶众生的 我们不可以想象说阿罗汉圣者 甚至五戒十善的佛弟子 会去造作五逆诽谤法这样的重罪 所以这个围处五逆诽谤政法就显明 它是一造恶众生 作为主要救度对象 但是这两句在下面还会详细说明 那么第二个经证就是观金下下品 观金下下品的众生 就是一行造恶的众生 所以善导大师 这个道书大师 他是以观金下下品 来解释第十八愿 也是以第十八愿 结合观金下下品 这是我们净土宗祖师 在解释第十八愿和观金下下品的时候 这是他的一个规矩 不管是龙术 谈鸾 道错善导 都是一脉相成的 所以有的人或许不容易看到这一点 那这样对经文的理解就容易偏失 那为什么会产生误解呢 那主要就是 他这个根基的认定 如果说自以为是善人 那么以善人自居 可能看到这六个字 哎呀 那这不是会鼓励人家造恶吗 当然他的心还是好的 不过呢 总还没有阿弥陀佛慈悲 他以自己的想法 想遮止人家造恶 不过呢 总是没有阿弥陀佛有智慧 那同时啊 在心中也是有焦慢的心理存在 以为说我是一个善人 是不会这样做的 那如果这样给别人看到了 可能人家会去造恶 如果有这样的心理的话 那是缺少惭愧的 那这样也是 就会插成误解了 别人可能会怎么怎么样 那问他自己说我是不会的 那你也不会 那别人怎么就一定会如此呢 那如果只有机身性 能够自我觉悟到 我可能就是这样一个 一生造恶的众生 那这样他看这六个字就不一样了 他就感到很亲切 哎呀 这么广大宽怀的慈悲 那我得就有希望 所以他就会心呢 很调伏 也有惭愧 也很谦卑 不会那么傲慢 因为想到说 我这一生啊 一辈子都是不亲近的 所以成为有惭有愧之人 他看到这六个字呢 就会欢喜 就会安慰 就会看到这六个字里面的光明 他不会看到黑暗 说哎呀 这个会副作用啊 这个不好啊 不是这样的 恰恰相反 而且这样的人 可以说呢 才真正是一个善人 我们知道我们是无知的 这样一个人就是有智慧的人 知道自己是造恶的 那么他就是有惭愧的人 就是一个善人 那如果不知道自己会造恶 那这个人就是一个 可以讲是一个恶人 那如果也不知道自己是无知 那这样的人可能说是一个 没有智慧的人 那为什么这么讲 你说一个人 他如果埋没在自己的 自我感觉良好当中 他认为自己很有智慧 他能看到自己的不足 所以这样就是没有智慧的 他如果知道自己是没有智慧的 那么那个能知道这个没有智慧的 这个心是灵明的 所以他就和这个无知啊 就产生了玻璃 他有一个知 无所不知的这个灵明的心 在观照 在了解说原来那是无知的 是很有限的狭窄的 所以这样他会有一个立场 这个立场呢是一个很大的空间 所以他是应该说是一个智者 那么在善恶这一方面一样 他如果都不知道自己有恶的话 他就是埋没在 是整个埋在恶当中的 并不代表他真的没有恶 除非他成了佛菩萨 就好像掉到黄河里边 上上下里里里外外都是那样子 他就反而不知道 像我们一般人不修行 就觉得说我很亲近啊 我没有什么烦恼啊 怎么怎么样 一旦修行就发现妄恋纷飞 是因为他有了一个亲近的心 一个源头来对比 所以一旦了解自己是一个 造恶的众生 那就是一块亲近的地方 一个亲近善的反蹭对比 让他心中有一个觉悟 这样就有一个收缩 就有一个良心 就有一个关照 就让他就能够起死回生 这一般的往往都很讲大话 就是心很高 也就是埋头造恶 埋头造业 还认为自己是很善良 我很不好 很不错 所以这样重力一生造恶 他是有不同的人 来看就有不同的解读 那如果以阿弥陀佛的慈悲来说呢 这六个字啊 倒是很能够说明的 因为阿弥陀佛 他是要救度十方众生的 那么救度十方众生的话 十方众生里边 有善人 也有凡夫 也有圣人 那比较起来 到底是以救圣人为本怀呢 还是以救凡夫为本怀呢 所以净土法门呢 凡夫为本 因为圣人 他都已经是离苦得乐了 他即使没有阿弥陀佛的救度 也不会去造罪造业 受苦受难 那凡夫就不一样了 如果没有阿弥陀佛的救度的话 那只能是造罪造业 受苦受难 轮回无穷 所以呢 是以救度 凡夫为本怀 那么在凡夫当中呢 也有善人 也有恶人 这两个再比较 你看是以哪个为本怀呢 那是以恶人为本怀 为什么呢 因为善人 他会修五界是善 他虽然 还没有成为圣人 那么呢 他也不至于堕落三个道 他来生后 还可以在人天道当中 还有机会熏悉佛法 那这样的话 相比较 而造物的人呢 是要堕落三个道的 是要受大苦恼的 所以我们慈悲嘛 救度嘛 总是要救度那个 苦恼的 危险的 堕落的 没有力量的 需要救度的人 就像医生看病 总是要救那个病人的 健康的人倒不需要医生 那病人里边也有一般的小小病 还有那个急号的 疑难杂症 特别那个急症号的 那么急症的人 当然也叫先救 所以在这个圣人和凡夫相比呢 是救度凡夫 为主 那凡夫当中善恶相比呢 倒是恶人更需要救度 要急切的救度 所以善恶大师有话嘛 这个 比如溺水之人 急需救度 岸上之者何用即为 掉在河里 那么掉在河里的人也有两种 一个呢 还有一块木头 木头抱着 它不至于沉下去的 一个连那个木头也没抱着 哇 底下只掉的人 哪个先救啊 那就那个没有木头的 所以有木头抱着的呢 是指那个善人 他虽然还在这个六道浮沉 不过他抱了一块 五戒是善的人天的木筏 不至于马上呢 咽下去 那个没有木头抱着 就是纯粹的恶人 造恶的 他不就往底下只栽了吗 何况下面再绑个大势头 那麻烦了 那恶人当中呢 又有两种类型 一个就是临终之机 一个是平身之机 这两个比较起来 哪个更需要急切的救度 你们说 对呀 那临终之机更需要救度啊 因为他掉临终了 现在再不把救急 就像那个人 刚才没有木头飘 那甚至那个头发秒 都已经埋下去了 他只能看那一点点 那马上就抓来一块黑头发 把他拽起来 那还在那里能够 恰来恰去的 头上头下的 稍微还能缓一点 就平身之机 他有可能 因为他还是 有一定的时间 或许他有可能 回头是岸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还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遇到了某某大师了 哎呀 一年反省了 就是说 虽然是恶人 但是呢 平身之机 相对来讲 还可以缓一缓 当然佛是 有那个能力 也不需要缓 现在呼喊救度 现在马上救度 只是比较 那个临终的人 就没有可能了 所以大命将中 毁拒交致 那么 他即使后悔了 想改恶自新 有时间吗 没有了 这个时候 如果不救他的话 啪 掉下去了 所以呢 弥陀的救度 他尤其是以 一身造恶 直到临终的人 如果这样的众生 也能快速的 立即的 安全的 把他救度起来 这才能够显示 阿弥陀佛 彻底的大慈大悲 对不对 所以呢 道处大慈 这六个字啊 其实讲的是 非常恳切 就纵令 一身造恶 直到临命中时 所以他这样的解释呢 就非常的活泼 灵动 而且让经文呢 更加的 就这个 在我们心中活跃起来 就有了生命 就有了光明 所以他这样的解释 就是不是按文字 解释文字 是直达 这个佛的本心本怀 直接透达 里边真实义理的 这用语很简单 很简短 很简单 纵令 一身造恶 那一般人 写不出来 甚至写出来 他也看不懂 甚至他不敢看 哎呀 怎么会这样说 这是超一级的 超一流的祖师 他深入了佛心 他才可以做出这种 深入佛心的解释 其实我们一般的人 如果想一想 刚才说了 那么看着这六个字 觉得不舒服 觉得人家可能会造恶的人 往往是因为我们缺乏寄生性 也缺乏对自我的反观 去造 那么真正讲起来呢 我们众生都会是造恶的 甚至几乎每一位都是一身造恶的 这样讲可能很多人不能接受 这就是所谓的交慢 覆盖了自己的心 这个造恶是我们本心所决定的 不是说我想造恶 说你就主观动机就造恶 不是主观动机倒不一定这样 但是实实上就这样 为什么呢 所谓五卓是众生 结卓 剑卓 烦恼卓 众生卓 命卓 卓是卓乱 卓软 就是剑卓 剑卓就是写剑 你没有破 我执 没有破 法执 那么你所有的一些见解 都是维护自我的 从自我的立场 自私的角度出发的 这个怎么能保证 你不失误呢 这就是一个恶的根源 再一个就是烦恼卓 烦恼卓就是你贪真吃烦恼 特别赤肾 你无法控制 没有办法呢 这个左右他自主 这样呢也会造恶 这就是 而且见卓 烦恼卓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就是你藏在河边走 你不能不失邪啊 这就是造罪 那么我们要本性所决定 总之你即使是行善 也是有为有漏 当然它比造恶 那是两个概念 这就是我们从根深蒂固的 贪嗔痴烦恼 所展现出来的心念行为 当然恶多善少 我们不能说完全都是恶 但是恶的成分多 善的成分少 所以这样如果我们 每天我们呢 繁星自己加加减减 其实都是造恶的多 行善的少 这样每天都在负分 都在减分 那你一辈子不都是造恶吗 所以第三经里面 就直截了当的说 难言伏提众生 举止动念 无不是义 无不是罪 就是我们这样的世界众生 这样的话 都是刻骨铭心的 我们看上 上月这个解释 其实是非常好的 他说 这个纵灵音声造恶 让我们在黑暗当中 看到了光明 让我们这个罪业的众生 有了希望 那也说到一个人 检讨一生 到底是善 多 还是恶多的时候 如果老是反省 我们谁都不敢说 自己是善多恶少 但是这是要老是反省的人 有的人老就拍着胸脯说 我就是善人 我就是善多恶少 我就是没有恶 这个就是无惨无愧 才这样说的 马上就到言论王的时候 言论王急剧就问 某某人呢 你生活在世间 佛法流行的时候 碰到法师给你讲 净土法门 要叫你行五戒实善 三学六度 请问 你是行善多 作恶多少 你又以佛法修行吗 那个时候 你狡辩都不行了 那个 那个叫 什么本子 生死簿 生死簿 你们都看过 这里边 哪一条 哪一条记载很清楚 那都赖不掉 所以往往越是检讨自己 就会越加惭愧 而心地柔软 不会功高我慢 认为自己很会修行 很会积德 就不敢这么说了 这个确实 要有这样的一个反省 反而会低下头来 惭愧地说 像我这种恶人 到底哪一条法门 可以救度我 使我将来能够脱离 阎洛王的审判 能够远离地狱之火呢 如果有这样的叹息 这个人就有福了 如果有这样的苦恼 这个人就有福了 如果有这样的绝望 这个人就有希望了 但往往我们都会交慢的 不会有这种自觉 那就危险了 很麻烦 谢谢大家